在上个月呢 也就是三月份 仰望U8它的月销量达到了1090台 那么从它上市交付到现在呢 销量已经来到了5523台 而三月份呢 仰望U8依然保持着新能源SUV的月销量第一 很难想象一个国产品牌卖100多万 月销量还会这么好 你说这让那些进口的百万级SUV脸面往哪放 让那些以黑仰望U8为荣的水军脸面往哪放 不过话又说回来哈 超过100多万的价格 在绝大多数人来看呢 可能是高不可攀的 那又是什么样的群体为仰望U8买单呢 目前呢 仰望U8它的这种用户结构画像已经出来了 超80%的用户呢 都是企业家 而且呢 这些企业家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敢拼敢闯 脚踏实地 并且呢 有家国情怀 有责任担当 我们通过衬衫老罗的创始人罗总的采访呢 来看一下他对仰望U8的认知 此次采访呢 罗总提到了品味这个词 对于服装而言 品味一个是材料的质感 一个是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要符合消费者的审美 对仰望U8而言呢 他拥有上层的材质 内饰采用高级脊皮绒 高级真皮的材质 以及进口木材 低调且奢华 至于技术呢 原地掉头 应急扶水 这些黑科技 让他在汽车行业中也是属于独一档的存在 说到审美呢 仰望U8 他的车标是以中国古代甲骨文的电子演变而来 既简约又高端 前后大灯组成了顶字 将中华文化融入到车上 这是比亚迪多年以来一直追求的宗旨 体现出了比亚迪的家国情怀 和一个民营企业应当有的民族责任担当 而说起这个顶啊 尤其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 讲究的就是一言九鼎 这样呢 企业才会有良性的发展 仰望U8 他大灯的这个设计啊 正好符合了这些企业家的需求 在采访中呢 罗总啊还特意提到了之前的一件趣事啊 就是有一位企业家呢 可以说他是比亚迪全家统的支持者 并且呢 还将比亚迪的旗帜插到了珠峰上 原因呢 就是他对于王传福董事长这个人有着极度的信仰 被王总的这种务实精神呢 所打动 那这一点呢 在王总的一次采访中啊 也得以证实了 我除了比亚迪没有别的企业 我个人的企业都没有 你要从那个天王里查王传福的企业 就我发现你太专注于企业了 就比亚迪已经充实了 你的所有的生命的每个细胞 你敢想象 这样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竟然连一个个人的企业都没有 这就是王总的务实和执着 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比亚迪造车这件事情上 这种精神怎能不让人钦佩 所以我个人啊 很不理解 就这样有着一个家国情怀 有着一个民族责任担当的企业家 为什么还有好多人见不得他好 还要对他进行诋毁呢 还是回归罗总 他创造的衬衫老罗 从刚开始的OEM 转到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 这其中的艰难只有罗总自己清楚 但是他坚持下来了 最终在他40多岁呢 迎来了属于自己品牌的春天 这跟比亚迪的成长如出一辙 曾经比亚迪一心研发新能源技术 研发成本一度超过了他的年收入 但是就是这样呢 以王总为首的比亚迪员工 坚持初心不怕困难 勇于逆流而上 最终终于研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新能源技术 像什么一平台3.0啊 云年技术啊 一丝方等等等等 均属于行业领先技术 甚至领先行业两代 而仰王U8呢 更是比亚迪这么多年的研发技术 极大成者 他也成为了比亚迪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走向行业巅峰的真实写照 诸如罗总这样的企业家呢 是仰王U8车主的一个缩影 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跟比亚迪同样的成长经历 激发起了他们内心中的那种民族自豪感 所以呢 他们愿意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国产品牌 当然我个人也希望 咱们更多的消费者来支持我们的国产品牌 为我们的民族企业的崛起呢 尽自己的一份力